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几州的北城外 离着这个城墙啊 能有一箭之地 一字拍开 全都站好了 梁山的一军亲兵卫队牵着马了 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 站到后边 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 就是古人射那箭 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 估摸着能有一百五十步左右 功力小的没劲的能射得一百步左右 这叫一箭之地 那宋江站到城底下 抬头往城上看 看得清清楚楚 看 高求的五官相貌 看文武官员的样子 看得清清楚楚 那么城上往下看 看得也非常清楚 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 高求让天使官宣读圣旨 要对宋江住人进行招安 此刻宋江心都提了嗓子眼儿 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 这是关键的时刻 不仅宋江如此 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 批心吊胖 批心吊胆 突然间无意先说话了 妈 你看谁都不言 他这一说话 成上成下的人听得清清的 高求就把脸沉下来了 下面说话了 你是何人呢 水不良善 君师无用事也 啊 你就是仁堂说的那个无学教 正是小人 吴隆啊 你拦住天使 不叫宣兆 什么意思 回太位 虽然说 昭旨上所说 我们不得知 但是皇上昭安我们是真的 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拼着 或者太位周围人拼着 似乎愤轻一些 我提议 能否把几州城 父老乡亲 头面人物 都请上城头 让老百姓也拼一拼 叫大家得做个见证 不知太位 愿意不愿意 哎呦 高求心说 这无学教这小的真是个转轴啊 诡点的真多 还叫老百姓给作证 你有心不达呀 就是这戏就没法往下眼了 恐怕双方顶着苗 所以这高求啊 迟冷了一下 冷笑一声 好 就按你的主意办 张淑叶啊 张淑叶过来了 大帅 听见没听见 你带我下达通知 请几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 说老乡亲 德高望重者 到城楼上听账 人是越多越好 我等你的 啊 是 张淑叶下了城了 呦那得等一段时间 按现在中表来说 将近一个小时 这老百姓 呼噜呼噜呼噜 顺着马道 全上了城 有少变多 是密密麻麻呀 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 大部分都是有糊涂的老头 父母不多 另外 买卖他的掌柜呢 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 高求望左右看看 嗯 我说 顺江不用啊 睁开你们的眼睛 仔细看开 你们还满意吗 吴运早就看清楚了 多谢大帅 我们满意 那么下面 宣读招指 可以了吧 全品大帅安排 好 天使官 宣执吧 这天使官呢 站在一个凳子上 比别人高的半截 居高临下呢 代表的皇上 比别人高出一头了 另外呢 站得高一些脾气 高声朗读 为的是 将底下的人 拼得清清楚楚 中人看着 天使官穿着黄袍 头戴镜中帽 两根飘袋飘在胸前 堪那样也就在四十左右岁吧 平时营养不错 是脑门的倍量 借鉴他 一归必定 把这圣旨轻轻轻轻地展开 而后轻轻响音 高声宣读 大伙听着 这个词啊 文周周的 没有学问 干脆你听不懂 咱那把它翻译一下 变成口语化 大致的意思是说 奉天成运皇帝赵曰 四江一干众人 占据水不量山 亦有数彩 这些人 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 听说吧 被狱无奈 占据水不落草 多心不意 按理说 骗子应当派大狱 争巧为民除害 念尔等良心为民 尚有归宿任罪之心 故颁发朝旨 除复江外 亦可一概赦免无罪 找专人接手水不量山 龙俊一无意当人 进行来领罪 重新安排事后的事 亦可众人遣散回家 事能够上各则自变 清楚 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 原词不一定是这样 众人听得清醒的 脑袋不明白 大部分是懂的 无意的一听 除复江止 这句听得清清楚楚 无力高声断吓 哎 别灭了 怎么回事 这上职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 其他人无罪 说我们没罪 还得到京城去请罪 这什么意思 哎 我不明白 弟兄们 你们听懂没听懂 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 都听见了 一定把宋江排除再来 你意思说 专门处理宋江 宋江这儿活不了 其他的人没事 这就是成心拆散必须的关系 乌鲁冲鲁冲大幕 闭眼睛 瞪了一眼小驴往花鲁 嗯 那些奋力还不动手 再看花鲁 一转身到了马旁 操弓大剑 一领钩头搭上悬扣 最终成头上的天使官 就是一箭 远离得那么晚 花鲁是神射手 那功力相当硬 射程相当远 射得也准 这一箭 正好射到天使官的脑门子上 捧了一下 射穿了灭火 天使官哎呦一声 从凳子上翻身栽倒 是绝气声芒 这俩成头上就乱得逃 啊 高雄一手贬指 凡啊 凡啊 你们竟敢射死天使官 目无天子 这还了得 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心 无用冷笑一声 高雄啊 这些伎俩骗小孩行 骗我们没用 宋哥哥 诸位 上马 诸位人一转身 上马 各抄兵 乱作一团 高雄按照事先的安排 纷纷一声 出兵 把他们全都斩尽 诸位 东门 西门 南门 三门全有军队 对着弄成全力的等劲 高雄一声令驾 担见城门打开 这官军可老的往外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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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啊 别让松江跑啊 哇 哇 哇 无用看了看松江 哥哥 看见没 嘿嘿 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 这是设计个圈套叫咱们钻 幸亏咱们有所准备 撤 撤 梁山的人顺了圆道 撤就行 官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 追逐就没有无理力 就只一左右两个方向 这炮响振拼 咚咚咚咚咚咚咚 左面 黑拳风李奎 花河的鲁智身 行车吴松吴二郎 率领精兵吹出来了 右面 挨脚虎汪英 蔡元的张青金枪手 虚名区张青 护三娘 五大虫 过大早 率领精兵杀出来 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 官兵你还不好 往后就撤 正在这时 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宇 你看援兵上来了 我回头就杀回来了 三路进行 那官兵啊 叫梁山的人都打踏了 你看梁山这小虎 吐上来了 不战自乱 撂脚的万回跑 当官的跑得更快 损伤了不少人 好不容易撤回几州城 吊销高挑是城门紧闭 放下千斤炸板 官兵上了城 这叫开工创建 宋江一看差不多了 干脆先回去了 然后下一步再议 村子一身烧兵 梁山的印竹也没攻打几州城 就这么撤回去了 可这件事过去之后啊 高挑是又气又恨 回到帅府 把帅案也周翻了 光光之跺脚 爬爬爬之大胸脯子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狡猾狡猾呀 对待这些尖角之徒 也能不全监呢 一个也不能留着 也无知己 大秘不盗 这时候报事就进来了 行事大帅 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官国之中 下一步怎么处理 拉回京去 禀报天子 各位啊 大家都给见证啊 咱们宣读了天子的招指 这帮人是什么态度 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 他们是一些不同王话的野蛮人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高求生气之余 老观的一两块 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 打量审是肯定打不了的 伸手一波打大仗 怎么办 就得请求朝廷帮忙 过去没有借口 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 皇上肯定生气 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 支援我 我在跟梁山的人 决一短长 高求马上上了奏章 同时还写了封密信 有密信 交给太师蔡英 派专人 护送的灵酒 回到东京变量 包求不敢出战了 命当年解度时全班的城里 日夜加强防败 等候京城的冤兵 按下他怎么不说 但是这些护送灵酒的人 这一天到了东京了 先把棺材送到保陵寺寄存 连夜着负责人 来见太师蔡英 蔡英啊 刚脱衣服要睡觉 一听说钱笔来人了 老蔡英叫人服饰着 穿着便装 来在内书房等候 事情不大 几周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 双膝会导 太师爷在上 叩拜老太师 打扰你休息了 十夜死罪 免 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姓赵叫赵贵 身为中军官之之 是高台卫教你来的正事 有什么事说的 哎呀老太师啊 大事不好啊 这赵贵把经过讲书里面 最后 把高求的奏折 还有一封密信 往住暗室一放 老太师太阴 把灯光长得亮一些 先看看那封密信 高求根本无话不谈 那写了多少篇 这老太师是一边看 一边皱眉 是长矩短探 不过得慌恼的 这 这 哎呀 怎么搞的 这这这这 就玩这个 一直把那封密信看了三遍 心里有处 然后 借着辣火头 把它烧了 密信不能叫外人看 那个说什么意思 高求没有隐瞒 把出征以来 所遭所役 无事都讲了 现在是伤兵損将 水军全军覆没了 步兵损失了将军一半 天使官也被射死了 我现在是里无两台外部旧兵 身陷绝境 恨情老太师 奏名当尽天资 立刻抽票 金兵梁将 前来支援我呀 我在几周城 日夜盼望救兵 上写签 下坠着外 那奏折不用看 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 还不如看那一套密信 这写得更清楚 有些背着黄着的话 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 老太师蔡英的心呢 不时就锁紧了 赵贵呀 在 天很晚了 你下去休息吧 如果有事情 我随时再传唤你 多谢太师 赵贵领人撤下去了 坐在金兵馆拼刺 咱不拼 老蔡英说不啥这样了 这一晚上背着手 舔得肚子来回之惯了 西江怎么办呢 缺少金兵梁将 哪抄去 就没打水不量山了 耗尽了 人力 物力 财力 国库都倒成空了 哎呀 真是把他抽坏了 第二天 他马上把铜冠 杨健 给请人了 这铜冠现在还在反省 连反省 但是出雾 有自由 也就是表面上走走行事而已 折折住人的耳目 实质上 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 掌握着医病的大权 这仨大奸臣 一二天在内书房 窃窃 虽议 所有两个时辰 分析了当前的形势 最主要的 怎么生缘 刀求 怎么贫叶 水不量山 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 就得抽人了 杀了一个邓医 豁出去了 把别的病的军队 撤到京城来 然后派到宇州去 拆不墙 不吸墙 就这么商量完了 定了一套方案 老太师蔡英 敢动公平 就进了皇宫了 今天不是皇上 生朝的日子 他出了皇宫 谁这样 来到秦德殿 来见皇上 单说 把这徽宗盗军片子 在秦德殿干嘛呢 正在观赏几件玉器 是天中国进入进来的 据说这几件玉器 价值连城 哎呀 徽宗片子是爱不释手啊 好东西好东西 几个太监围着他 正在品品贫好坏 啊 祈奏圣上 老太师有吉士求见 哦 没有这样的旨意 选招他来干什么 他说有吉士 所以灭见皇宫不合 把东西拿下去 请 皇宫对他特殊的龙宠 因此时间不大 老太师进来 双膝顾倒 叩拜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此作 写作 蔡英妈 有什么急事吗 哎呀 陛下 大事不好了 你想看那这奏楼吧 这是几个高球 给您杀的折折 好 拿来我看 他把那王尔心呢 抛的酒下 一看那个奏折 气得浑身厉害 紧垂地装着 砰砰砰砰砰砰砰 烦了 烦了 大逆不道啊 可杀不可流啊 蔡英太师 你看 前者招来 我派陈宝善去的 结果 被梁山草控 把圣主里撕了 痛拿天使官 及其损员 这次招案他 他们又把天使官 活魂给射死 你说这种人 还能招案 陛下行 臣也是这一句 对宋邦等人 咱就放弃 招案的念头吧 这种人就是 可杀而不可流啊 天生的 就是这些该死鬼 说的不难 爱卿啊 你想说些什么 陛下 高太位 孙军者将 现在前离 急需用人啊 恳请陛下将士 抽调精兵良将 到前线去 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要开始啊 他带去二十万人 已经不少了 到了现在 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 陛下不必忧心 臣有夏天 起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